那我們今天的Community的本土病例有27,597例 那這個跟上個禮拜四比是下降了 12% 那目前大概是維持大概10到15之間的 就跟上一週的這個下降的幅度 那今晚一路是87 死亡個案是89 那從今年的1月1號到7月13號 那本土病例 總共413萬1,663例 那今天有新增了231例的本土中重症 以上的個案 那另外1到7月的中重症總共18,687例 那其中7,064例 4名死亡 那所有的確診個案裡面 輕症跟無症狀佔 99.5% 那再來請柔滬就是報告我們相關 死亡的一些案例 大家好 今天新增的89例死亡個案 年齡從90多歲到40多歲 其中年齡相對較年輕的有兩位 40多 歲的女性本身有接種3劑的疫苗 那沒有慢性病史 那他在7月10號的晚上 有被家人發現說 當時在睡覺還算是正常 不過在7月11號的凌晨 就被家人發現說 在 昏迷的 家中昏迷的狀況 沒有心跳呼吸 那回憶起來是 最近有咳嗽的一些症狀 不過 沒有做任何的篩檢 那經過送醫急救 不幸仍然急救 無效過世 那在醫院的急診 這邊有進行COVID-19的快曬 也是陽性 也有做PCR的檢查 也是陽性 CT值是21.4 所以這個死因的話是給予就是心肺衰竭 跟 新冠確診 那這一位就是一個在家中昏迷死亡的一個個案 那另外還有 以利是40多歲 有接種3劑疫苗的 男性 本身是有糖尿病跟腦動脈瘤的慢性病史 7月3號的時候開始有發燒科 發燒喉嚨痛跟全身虛弱的 狀況 7月4號的時候 因為意識改變後到急診就醫 經過檢查 發現說是新冠確診PCR陽性 CT值35.3 同時有合併肺炎跟腎功能的異常 住院當中 在7月9號的時候 復興突發 心跳呼吸停止 那經過急救無效過世 死因的話是肺炎跟 陰性的猝死 所以這2例都算是比較 這個病程變化比較快速的這個個案 那我們今天沒有兒哨的這個重症或死亡的個案 要公布 另外有一例 這邊跟大家做一下手版上的說明 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 先前公布過的 在這個手版下方有綠色小字 是有一例原來在6月27號公布的確診死亡個案 經過衛生局後續的調查 不符合確診病例定義 予以排除 所以今天有重症檢疫跟死亡檢疫 是指這個綠色小字的這個部分 那這是一個 我們在6月27號公布的80多歲的臺北市的女性 在5月11號的時候就已經這個在家中 昏迷死亡 那經過這個 檢查 是有快篩陽性的一個情形 所以 後續這個診所這邊相驗 經營開立的診斷書 是有寫新冠快篩陽性的一個診斷 透視也有 他本身慢性的這個神經系統的疾病 不過因為在5月11號死亡 以及開立診斷書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這個快篩陽性 就經過醫師確認 視為確診這樣的一個新制 這個新制是5月26號才公布實施的 所以經過衛生局回頭去檢視這一個個案 是認定說他當時的這個情形不符合確診病例 的定義 所以臺北市衛生局這邊 有通知診所來補提這個 排除通報的這個 維護 所以我們這個案例就是從確診個案這邊 就排除 那同時當然重症跟死亡這個統計 也排除 不過如果就家屬在這個先前已經有去 跟我們的這個衛福部社公司這邊申請 死亡微溫精的話是不會再予以追悔 所以這部分就是在這邊做一個補充的一個說明 病棟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